约伯纪第39章 山岩间的野山羊的产旗你能晓得吗? 母鹿下毒之旗你能查出吗? 它们怀胎的月数你能计算吗? 它们生产的日旗你能晓得吗? 它们屈身拔子产下,就除掉生产的疼痛 又除渐渐渐壮,在荒野长大 它们一离群出去就不再返回 谁放野驴自由出去呢? 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呢? 我是原野做它的家 是贤地做它的居所 它吃笑城里的喧哗 不听赶野驴的呼吓声 它探索群山做它的草场 寻觅各样青绿的东西 野牛怎肯做你的仆人 或在你的草旁过夜呢? 你怎能用套绳把野牛系在梨沟呢? 它怎肯跟着你爬山谷之地呢? 你怎能因它的力大就依赖它 怎能把你所做的交给它做呢? 怎能信任它能把你的粮食运回来 又收据你荷场上的鼓励呢? 鸵鸟的翅膀欣然鼓动 但它的灵毛和羽毛哪有慈爱呢? 它把蛋都留在地上 使它们在土里得温暖 它就忘记了人的脚可以把蛋踩碎 野地的走兽会把蛋践踏 它磕带幼除 看它们好像不是自己生的 就算它的劳苦白费了 也漠不关心 因为神使它忘记了智慧 也没有把聪明分给它 它挺身鼓翼奔跑的时候 就讥笑马和骑马的人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它颈上的鬃毛是你披上的吗? 是你使它跳跃像蝗虫吗? 它喷气之威使人惊慌 它在谷中爬地 以己力为乐 它出去迎战手持武器的人 它讥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慌 也不在刀剑的面前退缩 剑带闪烁的毛与枪 都在它的身上蒸蒸有声 它震斗激动 驰骋大地 一听见叫声就不能站定 叫声一响 它就说 呵呵 它从远处闻到战争的气味 又听见军长的雷声 和战争的呐喊 银鸟飞翔 战翅南飞 是因着你的聪明吗? 大鹰上腾 在高处竹巢 是听你的吩咐吗? 它住在山岩之上 栖息在炎雅与坚固所在之上 从那里窥看猎物 它们的眼睛可以从远处观望 它的幼蜀也都损血 被烧的人在哪里 鹰也在哪里